我们也可以先从老的这边开始 因为老的这边一般来说是没有新芽点的 那这里中间很明显的有一条 有一条过道啊 从这个地方下刀 然后呢 这边也有根 这边有根系 这个老的呢 还是可以重新再生的 现在我这个湿度比较大呢 它的根就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根 很好是长了六个月的蓝根 是这么健壮的 其实我蜂苗呢 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我蜂苗非常的干脆 非常的野蛮 就是直接这么切了 如果带一个美工刀 可能会更好操作一些 那么我们现在要得到三棚蓝花啊 左边的这一棚是纯新苗的 三苗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要漂亮很多了 要美观很多了 然后中间这一棚是两个状草 带一个新苗 看起来是要舒服多了吧 比刚才刚开始的要舒服多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一棚是纯老草 其实呢 本来这个纯老草呢 在如果不分盆的话呢 是要给它减掉的 因为它影响美观 而且功能也不是很大了 它的功用也不是很大的 这样我们给它分下以后呢 就期待着它明年再给我们发一点苗 把它修剪一下 其实刚才呢 像这两棚 这两棚啊 如果说没有这个必要的话 你可以不用分 直接就是两个状草带着四个新苗 放在一棚 也是蛮好看的 我们的这个兰花的分盆的主要一个目的 就是把这个老苗给剃掉 把老苗给切除掉 留下漂亮而又健壮的这棚 比较好的兰花 一般来说 这个兰花呢 在下山上棚的以后呢 一年大概差不多 我这个呢 是比较早 因为今年下山的早 然后这本兰花发苗 发的比较早呢 所以它的苗早撞 一般来说 今年下山呢 要等到明年春天 然后再来分这个老草 是比较好的 一年以后来分的比较好的 现在分呢 稍微早了一点 像我这本兰花还可以 但是有些兰花呢 现在还不能分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是拍视频嘛 所以中间呢 我省了很多环节 你像那个晾根啊 把根晾一下 晾干一点 这个环节呢 我是省掉了 大家呢 要注意一点 然后呢 这个植尿呢 是 那个在封苗以前 一周呢 要控水 让植尿干一点 那么倒出来 就比较好操作 这样封苗分好以后 上棚呢 千万不要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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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起码过几天 因为这个植尿不是很干吗 都有一点潮润的 有一点润润的 千万不要浇水 没那么急着 浇定根水 而且呢 在千苗以后呢 不要以为说 消毒杀菌是好事情 一定要消毒杀菌 没这个讲究啊 没这个讲究的 往往一颗好的蓝苗 被你消毒杀菌 给杀死 这种现象非常的多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